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當然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當然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我大腿尋找 分銷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 621-1161 歡迎大家收聽 《望向編輯部》 歷史環節 第一單元 帝國崛起 城邦毀滅 《加泰基覆亡記》 第四章 《強國宣言》 《加泰基必須毀滅》 我是嘉散生 就節目開始之前 想跟大家說一聲 如果各位想聽 之前所錄下的YouTube章節 請大家點進我們的 Facebook 特設網頁 《望向歷史報》 裡面已經置齊了 除了歷史環節的收聽之外 我們還將每天盡量放一些 歷史小掌故故事的經過 以史回友 講一些西方的歷史 歡迎大家分享和Like 多謝大家 我們現在開始講第四章 原本想講多些羅馬 但自從見到香港這樣的環境 我決定加速 達入正題 從這章開始 跳到加泰基的和約完結 時間到了公元前153年 距離加泰基和羅馬的50年和約 剩下一年時間 已經49年過去了 這一年加泰基人都很忐忌 因為不知道羅馬人想怎樣 到底羅馬人在我們50年和約之後 那條路向加泰基的命運是怎樣 到底最好的就是變回一個正常的國家 一個正常的獨立國家 可以擁有開戰權、建軍權 而且不用被戰爭罰款 還是仍然要維持著這個狀態 還是會被羅馬人直接毀滅呢 羅馬人是沒有說的 他們亦都不知道 即是等於香港人到了2046年之後 踏入2047年 還是不是一國兩制呢 都是一個問號一樣 而羅馬人對於這件事也有爭論 於是就決定派一隊的 在元老院的委員團 就走了下去 開了一個委員會 派了一些人道士捷團 走去加泰基 坐了三天船就到 而其中裏面一個人 就是我們上一張的主角 加圖 他已經由馬克斯卡圖 馬可斯卡圖 變成Sensor卡圖 監察官卡圖 到他過了這50年 當時80多歲的時候 已經成為了所謂的 加圖的威士 即是基本上是有智慧老人的意思 名目是很高的 而且他是出名保守派 極度憎恨加泰基的保守派 加泰基人更加不安樂 但是有一點好處就發生 近來因為之前一兩年 加圖逢了一件喜事 所謂男人三大喜事 升官發達死老婆 他老婆死了 而他立即取回一件 是一個前奴隸的孫女 他的女兒 是一個前奴隸的女兒 就可以幾乎成為他 做得他孫女年紀的女孩 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還關上一件 激到他兒子吐血 那他的答法 當時記載就說 兒子那些東西都給了你 而你是一個很出色的人 證明我的種好 而為了共和國 又更加像你一樣的良好青年 所以我要多打些種 他大半生的人 就說到自己很青年 很公正 阿滋阿滋 其實由這件事可以看得出 不過是一個好財、好權、好名、好色的老頭 有些像王岐山先生 好了 當他下船 說回去 整班人下船 當然是那些嘉太基元老院的人 百崩奉承 走不掉 直到最後一天 就知道嘉濤是農業高手 莊園莊主 帶他去看農莊 他自己親自選了三個 他甚麼都不要 他只是親自在農莊選了三個無花果 上船走了 他一直都沒有出聲 只選了三個無花果 衛衛樂樂 回到羅馬 立即開完老院大會 討論這件事 到底嘉太基的命運是怎樣 那麼 當時有兩派人 一派就說 不可以放過嘉太基 他殺了我們 搞了他十七年 我爺爺那代 怎樣怎樣怎樣 就像中國人 強國人對共產黨洗腦 說這個日本仔衰 一樣 那些小粉紅的心態 一派就說 我們要和平的 不可以這樣 嘉太基是盟邦 你這樣做不對的 有另一個說法 大家爭論不休的時候 家徒就站起來 那些人就立即靜下來 他只拿起了 他拿了三個無花果 就問大家 這個無花果 是否很漂亮 那些人就說 是呀是呀是呀 然後他就大聲說 這個無花果 是我三天之前 在嘉太基那裏拿回來 到現在都仍然這麼石壯 嘉太基已經復原 在戰前的時候一樣 而且隨時會有更強的經濟實力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以我們和他的仇冤 他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為了羅馬人的將來 我們一定要毀滅他 所以 嘉太基必須毀滅 說完之後 所有人都靜下來 因為他講了一些 羅馬人不敢說的言 羅馬人幾百年來 外交政策有一條 就是說 你臣服了我 是我的盟邦 我不會背叛你 但是 現在你這樣做 竟然要毀滅一個盟邦 而這個盟邦 是當時地中海世界的第三大城 古怪人口 第一 是埃及的壓力刪除 第二 是這個 波斯 敘里亞一帶 一個叫安提亞的城 第三 就是嘉太基 而嘉太基城 據估計當時的人口 隨時超過五十萬 而羅馬不過是四十多萬 是一個大過羅馬很多的城 擁有七百年歷史 你這樣毀滅他 很殘忍的 為何羅馬人會變成這樣 嘉濤會說這些 我們看回嘉 我們跳回三十多年前 嘉濤他管治下的羅馬 究竟是甚麼情況 我只等我大概 我只等我大概 當年西比亞死了 嘉濤做了這個 執政 五年任的 任期五年的監察官 掌有了整個羅馬人 決定他的地位 的名策 即是等於中紀委 決定 你 是不是共產黨員一樣 他家濤的權力 等於王岐山 可不可以讓你留任做元老 和一樣 我有權把你拿出元老院 把你打回平民 當時我不講很多話 我只講三宗官司 就可以知道情況 第一宗就是 他的死敵 西比亞阿菲利加死了之後 他搞他的弟弟 盧卡斯西比亞 阿西亞 即安提亞征服者 就仍然拿著三千泰倫 這個問題來搖他 逼迫他 當時那些人當然 又罵他 你這樣對西比亞不敬 對他大陸不敬 他只講一句 還錢 你說你沒有 你說甚麼都好 你還錢最實際 盧卡斯心高氣傲 說 好 我就要你養衰 我為了證明我的清白 因為這些東西永遠水洗不清 你說我有 我破產也還給你 賣屋賣田賣地 甚麼東西都賣光 當時所有人 他屬於西比亞家族的朋友都說 我們願意出錢幫你 最不定是找銀行佬借錢 搞定他這件事 他都說不行 我破產也要搞定他 我要告訴其他人 你屈我 於是結果破產 還了三千泰倫給他 即是等於李剛耀高人 或者六八九中聯辦搞曾蔭權一樣 告他 結果破產 加圖一面不雄氣不喘 摺了這筆錢 放在國庫 然後在元老院明冊上面 一踢 盧卡斯西比亞安提亞征服者 麻煩你不再是元老了 因為你財產不夠 你破了產 第二級的邪士都不能做 羅馬人有五級 根據財富 頭三級就是元老騎士 尾兩級是平民 最後是無產者 好 這件事完了 第二宗官司 就是當時有一個曾經 又是西比亞家族的大舅 大舅級的人 是西比亞家族的親朋戚友 的弟弟 做過執政 七年前做過執政 那時五十一歲 這傢伙的名字 叫做 Quantus 原無意外 有沒有記錯 這位仁兄 很喜歡希臘的東西 有個藍寵 搞機有個藍寵 開息到他不得了 跟出金跟入 連去軍營都去 這位藍寵 就跟Suga Daddy 說 我在希臘特恩過來 想去參觀國鬥事 看人家怎樣殺人 不過我未看過 我為了建立 放棄這個機會 我可以讓他見識一下 這傢伙就喝醉了 喝大了兩杯 見到那個年輕人這樣說 好啊 Honey 我給你 就叫了 捉了一個逃犯過來 通常是逃兵 高奴的逃兵 等了在面前 這樣就一劍刺死了他 你看看 我為你殺了人 看看現在幾個人死了 你看看見他殺人 這件事傳到加圖爾裏面 於是就馬上動手 空告他 你這傢伙 羅馬人 對於奴隸都很講人權 你不是殺人放火 都不會這樣做 對於奴隸都是這樣 何況對逃兵 你這樣是越拳 你為了討好一個 一個藍寵 一個藍妓 而犯上殺人的事 是不行的 沒有人性的行為 就刺他 就等於他捉 捉貪官污吏 王岐山先生捉貪官污吏 一月 又將他在元老院名冊上剔除 這個人又是西比亞家族的政敵 就等於打上海幫 好 第三宗官司 就是這樣 上一位老兄 Quantus 碎了之後 有一個平民派 都頗受歡迎的人物 就說會成為執政大延門 於是就 春風特意 在街上走 突然間 老婆買完東西 看到她說 Honey 當眾在街上嘴嘴 嘩 好熱情 家屠知道了 見到之後 就馬上 玩這個共產黨中宣部 那樣 雙風敗俗 不准做 最一 就說 又剔除她 在元老院名冊上 剔除了她的名 他說 喂 大哥 你沒有抱過你老婆 那 頂她 家屠當時 就說一句 我有 走雷的時候 我老婆怕來摟我 行不行 沒有聲出 對方勢大 那 由這關官司 可以知道 家屠這位老兄 做的事 基本上都說 是跟習近平 和王岐山一樣 為了打擊政敵 不停打貪官 然後意識形態上 又打壓你 說你 希臘化 雙風敗俗 就搞定了 鬥到無數的政敵 而經濟上 我們說過 要防止外匯流失 他們當時是用白銀 所以嚴防奢侈品入境 雖然當時 他已經不能夠 因為西比亞 找人搞灰服女人 穿好衣服 於是在財政上 對奢侈品賦予重稅 就像現在說 你網購不准買貴的東西 不讓你的小朋友 買好東西 以保存著各庫的封城 而同時 他不停打擊大白杖工程 以及一些違規建築 譬如說 當時羅馬城 羅馬人有一個東西 叫水道 如果大家有些認識 就是在山上造大水道 混進去的城 做公共水源 很多人偷偷地在那裏 搭一條水管 做入自己的屋 那些富豪偷水 等於偷電 那時候一樣 他知道了 就去搞他們 對於平民派來說 很多人是 憎人富貴 要民憑 那些富豪偷 就是這樣 你雖然不讓人穿漂亮的東西 打重碎 都是為了國父姐 那些藍絲想法 那些窮人 見到 你欺負那些有錢人 也好 搞他 相得益彰 你看看 好像習近平 所以他得罪了很多人 很多人告他 他亦都告很多人 到86歲還在做人 都很威風 他雖然說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他亦都賺了很多錢 我不讓你在國內賺錢 但我會讓你在國外賺錢 但我會讓你在國外賺錢 在他這三十年代 在他這三十年代 羅馬人 我可以數一下打過多少場仗 正式打過 西班牙兩次 馬其頓一次 這次打贏馬其頓之後 把馬其頓分為四個省 一次叫伊底利亞 即是藍絲拉夫 對著意大利 那個地區叫伊底利亞 在那裏又打了一次 把那裏的地 搶回來劃分 小部分就叫工地 大部分就拍賣 拍賣的那些 可能是 你當工地便宜價 還給那些有錢人 即是有錢元老 於是齊齊發大財 在他的年代 他自己也主導 也賺不少錢 奴隸那些 都不少 狠狠地 殺人一萬 就搶人三千 三千 做奴隸 都發了不少 他用這個辦法 而且還未算 有一些違規的打仗 例如 有一個執政 去打高勞人 但那個高勞人 原來跟羅馬有關聯 他違反這個法令 去這樣做 結果受到制裁 有件這樣的事 如果看 就會發覺 其實他打 那些全部不是大敵人 沒有大敵人再打 全部都是西班牙內陸 他去打西班牙內陸的萬族 那時候 馬其頓 都是硬野 不過 都已經是強老之末 伊底里亞的地區 又是未開化的 基本上是 打一些弱角 就已取得這個成就 當時的羅馬人 好像加圖在西班牙骨起的時候一樣 並且獲得大量的資源 而且 各西 亦都很強 強到一個什麼地步 有一件事可以說一下 就是公元前168年 即是距離加太基和約元節 大約還有 22-23年左右 26年左右 所發生的事 不是 十多年 十多年 差不多20年前發生的事 就是說 當時我們說過安提亞三世大帝死了 就由他的兒子第四世繼任 他當然很想做回他父親一樣的事 但是無奈有了羅馬人隔著 於是就決定去打 我不打羅馬 我就去打埃及 幾乎打到兵臨成合 埃及人是最差的 即是如果你計算過 以前阿歷山大大帝死了 就有四個將軍 賀阿芬 他的天下 最強的那個 就是波斯安提亞 西塞流王朝 但是最長命就是埃及 不過也是很弱的 其次最強的就是馬其頓 如果正確這樣說 但是 埃及是很弱的 被他打到幾乎首都阿歷山場 但是埃及人有一樣東西就是 他是很懂得癡羅馬人 他是羅馬人最 在海外 國家裏面 給他最多糧食的地方 當時羅馬的人口有40萬人 大部分的糧食 是來源於西西里島 其次就是東邊的 希臘一帶 西西里島也是一部分 但是最重要其實 是來源於埃及 埃及運過去的糧草 是圍著著羅馬 很大部分的命脈 也是埃及最大宗的外匯 如果這樣看 即是等於現在的 阿魯布殊 和克林頓年代的科威特 之於美國 科威特 沙地阿拉伯的 綜有國之於美國 一樣 他們就去求羅馬人 你來幫忙 我是你的盟友 現在有欺負我 麻煩你出頭 一聽到打敗仗 幾天去到羅馬 羅馬人說 好 我會搞定他 你放心 根據當時的記載 這位安提亞四世 已經帶著五萬精兵 去見到埃及阿力山卓的勝場 準備揮軍進攻的時候 突然間 見到一支旗 就是羅馬人的鷹旗 一見到心都寒慢 什麼事 就見到當時 有一個執政 前執政 幾年前做過執政的人 叫做 Gaius Paulinus Landis 的人 我叫他Landis Landis 執政 就走過來 帶著十二個人 叫做護蟲 有十二支 叫做法西支的象 如果我現在形容 很難形容這個象 是什麼 我之後會放上 我們的Facebook Page 《望向歷史報》 給大家看看 他有十二個隨從 即是說他是一個執政級 執政即是國王級的人 做大使 走到國王面前 就叫他 麻煩你停下來 但當時的國王見到他 不出聲 在那裡盤算 你想他搞什麼 這樣 一落馬 就走到他 去執政面前 跟他握手 有什麼幫到你 很歡迎見到你 執政就沒有說任何事情 就帶了一份書給他 這個是羅馬元老院 SPQR 給各下的要求 麻煩你退兵 說完之後 那個人生氣得 整張臉紅了 他基本上 看都不看 想發作 罵他 就說關你什麼事 但還未出聲 突然間就見到 這位Lannis老兄 他手上有一隻長的大旗 上面有一隻鷹 繞著他 畫了一個圈 在他身周圍 然後就跟他說 麻煩大王 你想清楚想錯 你出這個圈之前 你想清楚想錯 當你出這個圈之後 給我一個答案 向元老院交差 我代表了羅馬 可以做任何的決定 嘩 大王站在一個圓圈裡面 掛著他 大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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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慢慢轉 然後轉身 離開了圈 向東 而去 即是大家撤退 但講完撤退之後 突然間 前執政的使節就跟他說 大王請你留步 什麼事 走過去跟他握手 多謝你的合作 我代表SPQR 多謝你 講完之後 大王充滿屈辱地 離去 五萬人 給一個使節 畫一個圓圈給自己 就趕走了 這個就是當時羅馬 有多強大 有時候我聽到 什麼 凡大漢者雖遠必珠 講這些說話 殺氣騰騰 相對而言 比起這一幕 是差很遠的境界 一個人 就趕走五萬大軍 好了 講到這裡 可以知道 為什麼羅馬人會變成這樣 他們一向好照顧自己盲邦 到現在就說 我要毀滅你們這些小子 因為囂張 你看看 習老大 現在多囂張 差不多 你可以說是遼是鬥非 不過國策改變 也可以這樣看 好了 講回到我們的公元前153年 這場大辯論 當家圖講完那句名言 加太基必須毀滅 他的親家政敵 西比亞家族 現在這一代 和他同代的代表 死靜種 納西卡 西比亞也開始出聲 就說 這件事不是我們羅馬人 一貫政策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這是不治的 而且 現在我們羅馬人 其實你們看 我們這些人多腐化 我們必須有一個 像加太基那樣的人 在警惕著我們 好像一片鏡子對著我們 我們才可以繼續向前 所以 加太基必須存在 這樣說 這樣說 由於兩個人在這裡頂 就沒有結論 但是從那一天開始 無論元老院裡的會議 說什麼 即使說 擔泥也好 柯市也好 什麼事都好 打這個也好 去哪裡收稅也好 去刮泥也好 去啟泥也好 去啟動神殿也好 家圖都會說一句 加太基必須毀滅 而西比亞 納西卡 亦都說同一 又用同一招 無論說什麼都好 都會最後加一句 加太基必須存活 兩個人在這裡鬥 這樣 不經不覺 就鬥到一公元前一百五十二廟 當時 加太基人的和約 終於結束 五十年不變 終於過去 他們很開心 因為自己 既然是這樣 我們做回正常腳家 立即秘密地 由以前地下所組織的 很明顯地組織了一隊軍隊 一些船艦 大興土無 好像身上的家鎖 終於撕去一樣 但是 我講過 你這樣想 別人不是這樣想 而馬西尼薩 等了五十年 你忍到 也終於出了一手 大手 他好像董建華 找六八九出來搞事一樣 激怒你的人 他已經激怒你四十九年 五十年過去 他決定第一次大的軍事行動 他就去攻擊 他帶了五萬精兵 騎兵 去攻擊 這個加太基的 糧草很重要的城市 搶了一個最肥肉的 一聽到 加太 已經到了 第五十一年 公元前一百五十一年 他就發動進攻 打他 一聽到 加太基人 就發老闆 我講過當時加太基人 分三派 一派是親羅馬 建制派 一派是民主派 他們決定要 要反擊 另一派是馬西尼薩黨 一聽到這件事 馬西尼薩黨的人 馬上被人圍攻 被民主黨派的人圍攻 他們就很害怕地跑出去 找馬西尼薩 即是說 你這個混蛋 過了十幾年 我們忍了五十年 什麼都忍夠 你這幫什麼 梁美芬之流 你和那個 貪通爛斯吉路 民眾衝進去 就這樣抓住那群混蛋 馬西尼薩派的四十幾個議員 就很害怕 離開了加太基城 就跑去找馬西尼薩 於是馬西尼薩 就立即找個王子來交涉 於是雙方 就派了一個長子 去加太基元老院交涉 喂!你幹什麼? 這幫人和我做生意 親我們 你幹什麼這樣做? 於是大家爭論完 就是一場沒有結果的爭論 但是當時他們的民主派裏面 有一個叫做 漢密爾卡的議員 你可以當成是芒果佬 他超超崛起 暗中就叫了一個人 就動手 就說 趁馬西尼薩的兒子回去的時候 當土匪殺了他 給他一個教訓 這個混蛋 給他一個教訓 好像香港人 經常都想著 給他一個教訓 董建馬 六八九一 而執行這件事的人 就叫做 哈士多魯巴 是我們熟悉的名字 不過他是第三位 哈士多魯巴 而這件事也揭開了最終幕的開始 下一章 第六章 第五章 中幕開始 加泰基的芒果佬 哈士多魯巴 多謝大家收聽 最後那句 如果想聽回我們之前的章節 可以去找我們的Facebook Page 《望向歷史報》點擊 除此之外 希望大家多些分享和Like 我會盡量每天 把一些歷史的小事件放上去 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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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聽